部長在會前歡迎俄烏代表團 並保證代表們是完全安全 俄烏戰爭開打 有許多人認為是台海關係的借鏡 美國總統拜登 1號就派遣重量級跨黨派訪團來台 有意以此次的訪問團 傳達對台海和平與安全的堅持支持 軍用直升機緩緩降落 烏克蘭與俄羅斯的代表團 28號在白俄羅斯進行談判 雙方在長桌各聚一方對坐 俄國代表全穿正式西裝 而烏克蘭代表大多穿著便服出席 烏克蘭代表團中除了國防部長 還有外交部副部長 總統辦公室顧問等人 烏克蘭在會談中提出立即停火 和撤出烏克蘭兩大訴求 俄烏戰爭也引發另一波台海危機擔憂 美國總統拜登1號指派重量級跨黨派訪團來台 訪問團將由美國前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穆倫率領 外交部我們對穆倫前主席 他率領這個重要的訪問團來台灣訪問 我們表達誠摯的歡迎 總統蔡英文將於3月2號上午 總統府接見訪團 雙方將就台美關係及國際區域局勢等 各項重要議題深度交流 俄軍持續朝著烏克蘭首都基辅逼近 民眾自動自發在防空洞裡自制巨馬 剩下一心共同抗敵 烏克蘭還有一名軍人 胡克活躍在社交媒體 不時在網上分享他身穿名采軍服跳舞的片段 但他在烏兒開戰後就沒有再上傳影片 有人猜測他已經戰死 眾說紛紜之際 他再播出新影片 破除謠言也令不少粉絲鬆了一口氣 接著 總統報導